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來 我們今天邀請照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 迪志偉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律師郭德田 郭律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運動好事協會的索菲亞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命理老師周應均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不得不拒絕的親情在 我們說真的是 家家有本來的錢 那麼這個如果有親戚 願意給你價值一千萬的房產 可是要你照顧一位 阿姨墨的大女兒 跟一位全灘的小女兒 你會願意嗎 那也不只這個例子 其他還有很多的例子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討論 那首先是有一個網友 他在PTT上面PO文 這PO文說他八十幾歲會估嗎 想把他名下的房產 贈給這個職兒 那這個但是有其他附帶條件 那詳細的情況 我們請志偉跟大家說明 好 那這個網友他會PO出來 跟大家講說換成是你 你要嗎 天上掉下來的 其實有時候可能你接下來 那個人生不曉得是怎樣 他說他的姑媽已經八十幾歲了 那他有兩個女兒 大女兒癌末 他自己八十幾歲了 小女兒全灘 小女兒是有結婚的 他除了全灘之外 他還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奇怪了 那你的小女兒都有結婚 那應該有女婿 那為什麼不要讓女婿來照顧這個家呢 那沒辦法 我這個女婿要吃貿易 還有暴力傾向 我都煩惱他不會照顧我的女兒 因為他說這個女婿 就是都有手耗錢不工作 有時候還要拿錢給他吃飯 他怎麼可以指望 他會去照顧他的女兒呢 然後更何況有一天 他這個女婿還拿刀出來說要殺死全家 所以他們還去申請了這個家暴令 保護令 就是觀察他八個月 那這個女婿呢 當然就是不高興 你們這樣對我 他就把他老婆 就是這個姑姑的小女兒的健保卡 跟身分證拿走 跑掉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指望這個女婿會來照顧 於是他就跟他的這個侄子講說 你看要不要 我有一棟房子價值一千三百五十萬 我跟你講我八十幾歲還沒多久了 我當年我小孩還要麻煩 也要多不多久了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這個 我的遺產寫給你 我走了以後 你幫我照顧這個小女兒 房子你要賣藥怎樣都沒有關係 那他會活多久我也不知道 可是可能也不會像我們這樣馬上走 所以其他錢都是你的 好不好 這樣子 那這個袁潘就跟他姑姑講 想了又想 天上掉下來一千三百五十萬 要不要接 可是你想 全灘 有時候植物人真的會活很久 沒有鄭大哥 我們是講實話 真的有些植物人 我有朋友 所以希望他走得好 那是 很矛盾的心態 所以我要不要接呢 我接了我要照顧他 對不對 更何況 你現在把房子鎮餘給我 我是不是要付鎮餘稅 那如果我不想付鎮餘稅 我還得要用買賣的方式 我也沒那麼多錢去買你的房子 而且買了 就變成是我的了 那這樣子我還需要接受姑姑的條件嗎 所以姑姑 姑姑 抱歉 我是沒有錢 他要付這個鎮餘稅 更何況 你如果照料 正常講這個遺產 就是這個小女兒要繼承 那小女兒跟這個女婿的婚姻關係還在 那他現在不跟他離婚 還是婚姻關係的話 他也能付 他能付到時候要來打官司 我也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所以他就跟他姑姑說 天上掉下來的這一棟房子 我無福銷售 姑姑你看 看要找別人好 這樣我是沒辦法 這個問題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個晚上 結果沒有睡著 真的 那這個網友不曉得想幾個晚上 那所以我今天得到了一個結論 你猜我怎麼想的 我決定問來賓 你想了一個晚上的答案 問來賓 來 聖美 如果你是這個職人 你會接受嗎 千萬不要 不要啊 我先講 如果說單純只是幫姑姑去照顧 這個親人 這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看起來這個姑姑她陷入了一個 需要人家幫忙的狀態 可是請不要忘記 她有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是那個女婿 所以如果你有情有義的 不是為了那個房子 你甚至覺得說 我願意去照顧 可是這個後續你要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你的能力能解決的 請想清楚 通常天上掉下來都不是禮物 所以你去考慮一千三百萬 這不應該是你考慮一個重點 是你有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通常天上掉下來都是鳥屎 真的啦 鳥屎還好 能拍掉 如果這個下來的很多的問題是 超過你能力能夠負荷的 你就要想清楚了 鄧老師呢 我也不會接 我會覺得說像 如果說真的接 其實我覺得 姑姑會比較笨一點點 因為你會覺得這個姿子 會真的會幫你照顧這個小女兒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正義給她 那你以後來可能就是 大女兒她可能不會管你 那小女兒呢 她可以把你送到那個叫什麼 安養院 安養院拿走 對 就是那個什麼醫院 那個醫療場所去 那到時候她也是拿走 這是姑姑的考量 那另外這邊呢 第一點就是因為拿下來 再加上那些證語稅什麼什麼 可能你也拿不多 如果你要保有那個房子的話 你真的還要去借錢 那可能到後來是負擔 如果說你真的是拿到了 但是問題 這個小女兒她不會計較 那當然大女兒 這個都是那個叫表兄妹 她不會計較 但是問題這個表妹婿 那就很可怕了 因為她既然是一個 要吃不吃貪的 她就是怎麼死亡 那這個到時候 我們最怕就是一個賴 無賴 那個無賴就很可怕了 好 那這個索菲亞 你會接受嗎 當然不會 為什麼 這個太可怕了 因為如果你 你叫做好事運動協會 好事 對 那我們做好事 是在法規裡面跟常理裡面 就是正常人可以想像的地方 因為如果最主要是說 因為如果聽一個牽扯到家族 不管你做得再好 一定有人嫌 一定會說你做得不夠 你房子都可以拿 你拿得可以這樣 對不對 你的報應 這個就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不只說這個小女兒 還有真的她女婿 因為老實說像我們社工協助很多弱勢 可是有些弱勢 我是告訴自己說他們是基於生存 才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他們會做一些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就是我們以前就遇過那種你都不來 一輩子都沒有 就外遇 然後不養小孩 等到後來老了 然後外遇小三跑了 然後就來女兒的公司鬧 要錢 然後甚至於就整個搬 搬去公司樓梯間 就是要錢 那你就說正常人怎麼會去做這種事 他就是不正常 那如果你好心幫忙 然後你反而想說我有法律保護或什麼 可是那個真的來你公司鬧幾次 讓你沒辦法上班 要跟你同歸於盡 你日子都不用過了 那志偉會接受嗎 我覺得我會給他建議 我不會接受 我會給他建議是說 那你要不要去信託 就是我們 因為你有法律常識一點 就是說你怕錢被他拿走 你就可以說我是不會給他 我要去信託 這個信託主要是要照顧誰 那就是讓這個信託單位 都有這樣子相關的制度 可以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姑姑如果你不放心 那我可以幫你做一個信託的監護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 一定是那個金額太少了 如果是一億三千五百萬 那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想辦法 如果是兩千六百萬 兩千六百萬還是不會考慮 還是不會 對 還是不太會考慮 但是到了三千六百萬 就可能會去想 不然就是要跟姑姑說 你先給我多少錢 這樣 我來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是 第一個大家 聽起來第一個 就覺得遺產 所以那划不來 對 划不來 第二個是那個 老公 對 那個女婿 那第三個 怕那人說話 還有你不知道小女兒會活多久 你要照顧她 如果是一輩子 搞不好你掛了她 其實這個是比較 不是那麼重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可以請個外勞 或請個什麼來照顧她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千三百五 真的太少 所以我說錢的問題 找到多少你賣 如果多少你賣 我說三千蠻可能可以推 你現在有一點愛心現身體 這人性嘛 這個沒辦法的事 是啦 我現在想到睡不著 最後我覺得 在這幾個裡面 我算是比較愛心的 所以你決定照顧了嗎 不是 我沒有馬上拒絕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這碼頭 好 那這個就要請教郭律師 那你作為一個律師 你接不接 我 那個姑媽問我說 律師你要不要接 她是你姑姑 你要不要 如果是 說實在 現在大家想的是 怎麼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因為你接了 你就擔心別人會來弄你 但我的建議會是這樣 忙一定要幫的 這個忙一定要幫 因為你不可能 他會來找你一定是 沒人可以找的 你是剩下唯一一條路的 所以我會建議是這樣 忙還是要幫 但是不要拿那個證 還是有兩全其美的做法 像剛剛志偉哥講到說 你可以用信託 信託是一個方式沒有錯 那個姑媽還在世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 我信託財產 比如給志偉哥 那志偉哥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你每個月要固定支付那個月費 譬如說 我們把這個女兒送去這個照護中心 一個月四萬五萬這樣付 你大概可以抓得到說 一個月要付多少錢 那可能姑媽自己身上沒有錢的話 她有一個房子 那可以做 我們現在有一個東西叫做 這個以房養老 去銀行借嘛 那借你可以說一個月 借個四五萬出來 反正借到七成之後 差不多這個你就要決定 要不要還這個這個錢 那大概可以撐個五年 十年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一千三百五應該有辦法這樣撐 搞不好撐個十幾年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信託如果走到那個地步 不信姑姑就走 那就會變遺產 遺產這部分我就會建議說 那姑媽先決定好 這個剩下的錢你要給誰 要先決定好 那如果說你先走了 你覺得女兒還沒走 一樣啊 你可以做說我分配給志偉 志偉你繼續照顧喔 照顧到我女兒走了之後 剩下都分配給你 那如果沒存 如果沒存就沒辦法了 你敢擔心一下嗎 對 剛剛志偉哥有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一千三百都全部用光 他覺得他 雖然他要活好久喔 怎麼辦剩下那個就是國家要站出來 社會局要站出來 那當然就剛好講到說 這個他的女婿沒有辦法照顧 那個其實也沒有辦法強求 因為他就身上沒錢 你去叫社會局先照顧之後 再跟這個女婿要錢 大概也要補到 那個就真的要送社會局 來做安置的動作 那信託是怎麼樣信託 信託是這樣 通常是這個姑媽在世的時候 他要先做一件事情 他可能他自己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他有小的要顧 那有可能是他把財產先過戶過去 或者他留在自己身上 那不管怎麼放 你都可以先找個第三人 來處理財產的事情 通常不建議就是說 譬如說是要贈給那個子子 不要直接給他 你先把你財產信託到一個第三人身上 如果有擔心 什麼叫信託第三人是誰 第三人可能是律師 可能是銀行 可能是會計師都可以 他只要處理那個撥錢的動作 或處理財產的動作就好 不要讓職業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財產在職業身上 女婿就會來 你家拿去 你是不是動了什麼手腳 你去洗腦我這個月母 實務上一千三百五十萬 我信託給郭律師 那郭律師也要拿費用吧 會 費用費用 你們的費用怎麼拿 要看做的事情而定 那如果是銀行的話 大概零點八趴到 一點二趴的這個費用 所以一千三百五你們拿 可能是要按一年來抓 一年來抓的費用 假如付出是六十萬 沒有 就是一三五零 一三五零 一趴來算 一三五零的一趴是 十三萬五幾萬 總費用 總一年的費用 一年 一年的費用 那到後來就 十年就一百多萬 一趴 倒四一口兩氣 大概一百 抓個一百年這樣子的概念 這樣不少錢 對 可是你有個保障 就是不會有別人去動 這件事情 因為銀行基本上它受這個 這個業法的管理 所以它不大可能說 違背那個信託契約 去做做違約的事情 因為這樣會有刑責 可是重點是它的房子還沒賣 它這樣也不能刑 它剛剛有講 就是你可以抵押給別的 比方要拿 比方要拿 比方要拿八成到九成的房 房款出來 這個我們叫做 然後信託給他們 對 所以逆向抵押銀行 就是按月來支付費用 對 是可以這麼做 所以這個條件來講 一千三百五十萬 有一個老的八十歲 有一個癌症的 對 還有一個癱症的 對 還有一個不定時炸彈 對 所以它這個病 不是真的很好的 我覺得你如果只有算命 你和算數也很厲害 如果算數真的會 會不會太難 那如果多少你會 我覺得這個如果沒有 三千萬真的沒辦法做 你跟我說銀行一塊 一年就要拿十三萬塊 都不要動 那些錢可以拿多久 沒有多久你就覺得那塊錢 到後來就沒有一間房子 那真的是 其實我們算一下 如果照顧一個人去安養中心 可能一個月三四萬 應該你說的銀行 並沒有來照顧他 他只是信託的那個 他付錢 所以這個照顧 還要另外再繳錢 所以這個很快就會花完 其實還好 因為你算一年 大概算花五十萬的照顧費用 然後再加十萬 不起來 因為他還有一個 還沒了 還有一個全攤的 他老人也要開 對啊 那太少了 不會比較辛苦 對 會比較辛苦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阿公沒分明 對啊 還沒分明 你看看 他八十幾歲 要去煩惱兩個女兒 而且錢還不夠用 這真的 不夠 這真的 真的是 好 那索菲亞這邊 也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一戶人家家境 原本就不是很好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對啊 就是這種案例 應該恐怕就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高齡化的那個狀況 然後現在的人自己要生活 也都是不容易 所以有時候 然後臺灣有時候會有一個感覺 就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現在有在推 就是長輩要遇到一些意外 或者是生病的時候 救還是不救 有些醫生講說 我救我當然可以 我救一個植物人 看你要不要 因為我們現在醫療很發達 維生室都可以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家人沒辦法去做決定的話 通常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不救是不孝 這樣子 然後我一個朋友的 家裡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是年輕的這一輩 覺得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阿嬤已經年年事已高 然後家裡也是不方便 就是只是活著而已 然後不想沒辦法 可是姑姑那一輩就說 不行 你就是要這樣太不孝了 他說那如果真的躺下去之後 那錢誰要付 那姑姑就說阿嬤還有兩百多萬 他的一些存款 就阿嬤的錢來用這樣子 所以思考的時間很短 反正長輩都這樣講了 就救 救了之後就是躺著 就是擦呼吸器 然後三管 鼻尾管 尿管 氣切這樣子 然後躺了之後 躺了兩三年 錢用完了 但是人好好的 對 人躺著好好的 什麼就是錢用完 人好好的 就是人沒走 人還要用錢 其實真的還要花錢 而且那個已經是沒有辦法 你附件什麼就是也沒有用 就是他就是躺著 那怎麼辦 所以又在討論 他就跟他兒子要處理 當初要救的人怎麼說 那兒子要處理 可是兒子已經六十幾歲 然後住在那種四樓的 沒有電梯的公寓 然後自己也得口腔癌 我說然後 她兒子得口腔癌 然後就自己都說 難聽 自己要照顧自己都很痠 他就 女兒就問我說 他走那個姑姑們說 你是兒子 你大兒子 你老父你要那個 我說你要是大兒子 你爸爸把他一抱回去 可能我不知道是你爸先走 還是你阿嬤先走 光照顧這個真的很辛苦 那個 尤其躺著的話兩個小時就要翻身一次 等等 那個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現在就是就只能糾結著 然後每個月就是會為了輕錢吵架 就是你要出多少 你出多少 要用輕的 對 辛苦了 對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我相信聖美是心有七七言 莫姬你有在上節目講過婆婆嗎 對 婆婆現在呢 婆婆在七月一號的時候走的 走了 對 然後我們家情況跟索菲亞老師剛提的 其實都很類似 因為現在就的確是老人化的社會 然後我婆婆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所以我嫁進去三十年都是跟婆婆住 那十一住行就是不論任何的費用 其實就是我出 然後其實一開始 其實我婆婆跟她三個女兒的感情很好 大家也知道我婆婆不可能告訴我說 她銀行有多少錢 她一定會告訴女兒嘛 那她跟女兒之間感情又這麼的緊密 那三個女兒都結婚了 可是二姑跟三姑是離婚的狀態 那二姑就是一個人住 然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七月十八號 去年七月十八號 我婆婆倒下來 我婆婆在那個之前有兩三年時間 是失智 嚴重失智 為了照顧我婆婆 所以我兒子還辭掉工作 照顧了我婆婆三年 就我先生跟兒子 那因為大家知道 我婆婆比如說她嚴重失智 合併帕金森氏症 可是她 她其實很靈活 她會到處跑 那為了要照顧她 你照顧 幫她洗澡 那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因為婆婆會鬧 她會跟孩子一樣 那我不花兩個大男人的力 其實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兩三年時間 其實我們就已經很煎熬了 但是其實在這當中 她的女兒 我剛剛提到 二女兒因為已經離婚 她又有時間 所以她其實每個月 大概會來我們家兩三次 所以這之前感情都不錯 她也都會來協助 比如說但婆婆大概就出去走一圈 或者拿給 因為我婆婆也有參考 這個故事看起來一下子 沒有辦法講話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請教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盛美然後呢 七月十八我婆婆會進家戶病房 那各位你也知道 要照顧一個老人家 那種壓力你很難以想像 第一時間要不要裝支架 我婆婆90了 誰敢做這個決定 裝不裝支架 那有些老人家他可能裝支架OK 可是有些老人家是 一裝就走了 那那個當下是我先生問我怎麼辦 我不敢做決定 因為我做媳婦的 我覺得這個我不敢扛 我就說是不是去問二姐三姐這些 結果他們大家討論了 結果是說不要裝 因為他年紀真的太大 那就進家戶病房 可是這一進去之後 我婆婆狀況就是急轉直下 進家戶病房一段時間之後 他出來他又第二次的心肌梗塞 又再進家戶病房 然後再出來的時候 他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三管的確都要開始裝 鼻尾管 氣切道 尿管 然後在這段時間 我們試著也找看護 可是因為我婆婆生病的 這一段期間 從去年到現在 都是新冠肺炎最嚴重的時候 沒有外籍看護 印尼的 越南都不能進來 所以對家屬來說 真的欲哭無淚 所以那個時候 就到出去找看護 找不到的時候 就變成說我先生跟我兒子 必須白天看著我婆婆 那晚上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那就我們就拜託二姑 我的二姑就說 你能不能晚上來看 那她來看是可以 但就是說三姑就來跟我們談判說 那是不是該付她錢 那我說沒關係 我付 我付 就好像他們的觀念就覺得 她的媽媽呢 對 其實我做媳婦會覺得 但我沒什麼話 那個時候是兒子的 他們會覺得這是你們的責任 那沒關係我付 而且現金每天付 都不能拖 付多少 不多一千而已 一個晚上我就付了 但是大概看了一個禮拜 就衝突就不斷 因為會早上會交接嘛 比如說八點九點 或有時候六七點 我先生跟兒子就會到醫院去對不對 有一天去的時候就發現她 她沒有醒來 就一直睡一睡 可是各位知道 誰沒有醒來 我婆婆 但重病的老人家 是不可能睡成這樣 因為她會痛嘛 她身上有褸瘡啊 她會一直呆呆叫對不對 她睡了一整天 一直到傍晚她都沒醒來 這太危險 就去請護士來看 或是說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當下我必須承認 因為我們沒有給婆婆驗血 我不能去指控我二姑做了什麼 但是我們合理懷疑是 她為了讓自己晚上也好睡 因為她看婆婆 其實她看我婆婆 她就是去睡覺嘛 那我婆婆是 老人家是日夜顛倒 她白天睡得很沉 可是晚上會一直吵一直吵 那你要顧很難顧 那有沒有可能你給她吃了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就不愉快了 那那個之後 我們就很擔心 我這個二姑去看我婆婆的時候 有什麼狀況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你會說有健保 我婆婆醫藥費就花了快一百 然後她那個醫材 因為我婆婆身上千瘡百孔 你知道那個醫材 還有吃的東西是 那個要報現金去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討論說 婆婆應該有存款 才發現說原來婆婆的提款 存款部都在二姑那邊 那當時就是我先生 跟我兒子就去問說 那是不是把媽那個提款 就是至少就有一點現金可以支付 好 我這二姑就很妙 在賴群組上她就說 媽媽的遺產是大家的 誰都不能動 可是我婆婆還活著 她就說遺產不准動 那我兒子就在那個賴群組就問說 那姑媽你確定那裡面的錢 你都沒有動 她說我跟你們保證 我絕對沒有動那一毛錢 不信你們去查賬 告我啊 這都有賴的對話 告我啊 她直接講告我 然後後來是大姐 因為原來她們姐妹之間也有心結 是大姑來跟我們講說 她根本就把錢都花光了 而且她之前有一個八十萬 媽的八十萬 她也花光了 那我們就要求要查了 那這個時候她提款卡沒有交出來 但是她就丟了一個純款簿給我們 那你想想一個老人 十年的老人年紀 老人年紀就是三千六或三千八 她就這樣子累計 大概十年大概有將近四十萬 我們去刷她最近的那個提款 那個純款簿嚇死人了 一毛都沒有 我婆婆七月十八住院 八月的時候 她還把最後一萬塊也領走了 提款機會了 對 而且那時候我婆婆 已經昏迷了 然後我兒子就在群組就問說 姑媽那個純款簿一毛都沒有 那她就改口說 那是媽媽給我用的 你們沒有權利過問 那已經到這種地步 婆婆又病重 從那個時候開始 她就沒有再出現在醫院 那因為三姑是跟她一起的 所以也就沒有再出現醫院 大姑就偶爾來 但大姑就會跟我們抱怨 說二姑以前都怎樣 對媽媽不好什麼之類 可是久而久之 你知道久病床前無效之 後來大姑也沒來了 那我們 然後我婆婆就開始要氣切了 你知道那個當下 你知道我婆婆有好多的問題 包括找看護找不到 我爸爸兩年前過世 我去拜託我爸爸的看護 能不能來照顧我婆婆 那那個看護說我現在沒有時間 但我可以介紹我妹妹給你 因為她妹妹也是看護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們都沒有出面 也都沒有來 可是重點來了 我覺得啦 因為我身為媳婦我覺得 如果你們不出面 我來處理 那就沒關係 因為我是媳婦嘛 這個錢我應該付 這個 這個責任我應該做都沒關係 可是她一直不斷 給我們找麻煩 我婆婆後來 再進加護病房的時候 他們都突然出現了 他們出現的時候 就說 他不想看到我先生跟兒子 所以他要求就是老二跟老三 他們自己進去加護病房 誰不想看到你 二姑 為什麼 好 好問題 為什麼 那你知道加護病房 只有兩個時段 一次就只有兩個 就兩個 不准多的 對不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那平常也是 因為加護病房 本來就不能很多人進去 那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要進去 因為醫生會交代 要買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要去買 所以我兒子 我還有這個影片 我都有存證 就是說我兒子就去問姑媽說 姑媽那我跟你一起進去好嗎 他就跑掉了 他就跑掉 然後我先生跟兒子 就進去看了對不對 好 那個加護病房是這樣 病人的家屬進去 會整個關起來 他在外面大吵大鬧 一直鬧 一直鬧 說你給我出來 你什麼 就跟鄉土就是一樣的 老二在外面大吵大鬧 然後老三拿一本佛經 在那邊念 那你知道那種場景嗎 在家戶病房 對啊 其他家屬會說 你們是怎樣 尤其你知道病危的人 並不希望聽到佛經 對 那那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因為他吵得太厲害 護理長就來問我先生就說 那你們 這是你們家人嗎 那現在是要讓他進來嗎 那我先生說好 你讓他進來 他會吵鬧 就讓他們兩個進來 就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 加護病房是沒有房間隔 是一個部幕的 就一直鬧一鬧 吵很大聲 後來警衛來了 就說小姐你下去 那就把他請出去了對不對 好 請出去之後 他又更不爽 他就站在一樓的大廳等 那我先生跟兒子 需要去藥房 那他在病房外 跟病房內他吵什麼 他就說 他就喊我先生的名字說 你給我講清楚 不知道罵什麼 反正意思就是說 意思好像是 我們沒有讓他來探視 但我們沒有 你就進來對不對 然後我兒子就會說 姑媽那你把錢拿出來 那他我好像吵架當中 就罵了一些 很不好聽的話 類似這樣 然後他們就跑到一樓 去堵我先生 那我先生跟兒子 因為我們要下去買 買那個泡泡的東西 就下去 因為那個私人醫院 他一樓就是那個藥局 等我兒子跟老公進去的時候 他就站在一樓大廳 還真妙 很遠很遠 就用咆哮說 你現在給我出來 然後我兒子跟我老公 看了他一眼就走出來 那請問那個醫院一樓大廳 都是在幹嘛 刮號 那個對不對 很難看 應該有幾百人就圍著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咆哮 然後我兒子氣急的 就說我跟你講我可以告你 就相互就說要告這樣 後來因為實在太難看 警衛就來說 如果有問題 要不然去派出所 就把他們兩個驅離了 好 這是第一波鬧 那洪英大哥會問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我在猜 這是我的猜法 因為這有涉及到 法律的問題 就是說 他之前說 他沒有動那個錢 可是他被我們抓到 他動那個錢 那他的說法是媽媽要給他用 請問你要拿出證據來 媽媽給你用 你有沒有收據 沒有 但是我養我婆婆 我有收據 尿部 醫院的醫房 我有 那怎麼辦 那我婆婆時清醒 時不清醒 大家都知道 失智的人 不要以為他永遠不清醒 他有時候會清醒 我們在猜是 二姑跟三姑 想進去拍一個影片 說 錢是不是你給女兒用的 這只是我的猜測 不好意思 我只是這樣想 要不然你為什麼這麼堅持 一定要這樣 你平常都不來 好 那個事情之後 破破氣切了 然後病況 一直很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來 但是三不五時 他會突襲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就是我後來請看護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 他們兩個又來了 二姑跟三姑 但他們不敢先進來 就請 我有一個親戚 是在那家醫院工作 他就請那個親戚 先進來 然後恐嚇我的看護說 好 這故事 一樣進入第三季 對不起 精采 你老公是弟弟嗎 對 弟弟 三個姐姐 姐姐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盛美 接下來我就不用再接 你就自己一直講 抱歉 後來就是 他們三不五時會來這個病房 那那一次是他帶了親戚 這親戚是在那個 他有在醫院 那個醫院工作 他就恐嚇我們那個看護說 你不准去告訴 就是就是我跟我先生說 他們他們有來 那看護當然就是 這之後還是告訴我們 那這個事情就造成 他們之間更嚴重的衝突 因為我做媳婦 我是沒有發言權 我說實在 那我先生當然就跟他二姐之間 有嚴重的衝突 那這個衝突一直一直延續 到後來婆婆病危 然後這當中 所有婆婆的費用等等 當然都是我一個人支付 包括後來我們被那個醫院趕走 因為我們實在住的時間太長 因為他們說什麼健保規定 你不能住那麼長時間 二十八天 對 然後我婆婆 你看我住到八個月了 那一定感人 然後這所有的 我婆婆其實所有事情是 我在處理變成這樣 那後來我們 我們要把他搬到 另外一家醫院的時候 我們竟然接到法院通知 他告我們 就三個姑姑一起告我先生 告什麼 他說我們不讓他探視我婆婆 然後你知道 真的會悲從中來 因為 對不起 不被 這樣的罪名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罪名 刑案都沒有辦法這樣子 大概就是強制罪 比較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妨礙他權力行使 對 妨礙權力行使 那此去了一次調解 就破局了 就是為什麼知道 就是我先生我們去出這個調解廳 然後對方阻止 因為我們也覺得很喜歡 你告我們什麼 他就說沒有讓他探視母親 但我們說你要舉證 我沒有不讓你探視 因為我們有很多影片 你其實都強行闖入 你不但闖入 而且是直接把口罩拉下來 對著我婆婆講話 然後問題是我先生就問了 對方一句說 那你要不要先談談 那個媽媽的醫藥費怎麼處理 他說我們沒有要談錢 那就走人了 就是說他只要探視 但你知道姑姑的心態說 探視是我的權利 但我為什麼要付錢 我不付 這是事實 他明明說要不付 好 那是不是就鬧得 非常不愉快 為什麼後面發生這事情 是七月一號的時候 醫院就 因為大家知道到五六七 是幾乎連不能探病 我們只有看過了 然後那個醫院就通知我們要 最後一面一定要去了 因為我婆婆心臟要停了 那我們就是因為她告我們了 那雖然調解破局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照顧婆婆 還會背法律責任 然後三個姑姑再也不來了 可是我們不能不通知她 我擔心將來她會拿我們 對 所以就變成說 我婆婆有任何病況 搬到哪裡 血壓多少 每天就由我女兒傳簡訊 通知三個姑姑 三姑是直接封鎖我們 連離都不離 大姑跟二姑是收到簡訊 不離 然後這當中 我女兒還會傳訊息說 現在看護費付到六十了 請問你們什麼時候 願意付單看護費 那他們回應都是零 就不離 然後一直到七月一號那天早上十點 我們接到通知的時候 我先生就說要我女兒 立刻通知三個姑姑 打電話 簡訊都傳了 甚至於因為他們都沒有回應 我就直接打我大姑家裡的電話 因為我想說你手機你不接對不對 那我打家裡 我就在猜你能怎麼躲 因為手機能夠按金音 家裡我就覺得你一定會接 結果後來她接了 那我就告訴她說媽狀況很不好 請趕快來 請趕快來 她就不置可否 她沒有回答我要跟不要 電話就切掉了 然後等到我們到醫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把管那一刻 醫生就會跟我們講一下 我先生一直說不要不要不要 她女兒還沒來 等 等一下 因為要那個了 然後醫生就等 可是各位你們知道 當她心臟停的時候 真的不能等很久了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 結果我就叫我女兒再打 就一打 大姑就是明確說不會來 沒有講理由 然後二姑也很妙 她連電話都不接 但她回一個簡訊說 來不及了 就說她來不及來 但我大姑住那個醫院旁邊 然後三姑 大家會知道 她早就封鎖 就算 就沒有 就這樣 然後對各位會問我說 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沒有啊 你知道連我們都想問說 就是為了這個錢嗎 還是你以為說你來見媽媽 最後一面你要付錢嗎 那個錢我們會事後跟你討論 不是那個當下要錢 她還是不來 然後我不是就是 我後來寫了一篇 FB說等不到聖杯 就是我婆婆喊淚而走 對不對 好 終於有人回應了 二姑 她就傳簡訊 就大罵了我一頓 她就說 不是什麼人都能當媽的女兒的 好 意思是說我熱臉貼人家那個 意思是說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幫我婆婆拿那個招婚帆 這應該女兒做 然後她就說 媽的女兒就只有三個 不可能另外有人決定 自己要當人家的女兒 傷勢怎麼辦呢 我處理 對啊 她們來不來 沒有 傷勢她們沒有來 所以在這裡 我真的要謝謝小冬瓜 因為你知道疫情期間 非常非常難處理傷勢 所以小冬瓜發問我很大忙 然後他們都沒有任何回應 但是二姑跟三姑是沒有來 桑里的那一天大姑有來 大姑跟她的女兒 跟她的先生有來 那至少我會覺得說 因為各位知道 我婆婆最想看到是女兒啦 我不會很矯情跟大家講說 我跟我婆婆多好 我畢竟就不是她女兒 但是畢竟整個桑里 我幫她辦得很圓脈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姑姑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大開眼界 這個二姑把錢拿走就罷了 在我婆婆斷氣前 拿走多少錢 八十加四十一百二十 但我幫我婆婆付了兩百 然後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說在我婆婆斷氣前兩天 她突然傳一個簡訊給我先生說 她希望爸爸跟媽媽可以葬一起 我婆婆還沒有斷氣 她就在討論要葬哪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因為我公公是 還沒有斷氣 討論葬哪裡是合理的 是喔 合理合理 因為你不可能說走了以後才討論 好 但是她並不關心我婆婆的病情 然後的確因為我公公是醫生 很早就過世了 是葬在台東 然後常常就是要去掃墓不方便 那我其實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因為我婆婆生前的心願 就是希望跟她先生合葬 這個我有做到了 我後來就是幫他們買 這個夫妻的合併的那個塔位 那只是就覺得 對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問說 你這個媳婦是不是做了什麼 對不起姑姑 所以他們才不來 那你付了兩百萬 他們會不會分攤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希望他們分攤 不是 是我先生有對他們提告 告什麼 叫返還 電款 電款 返還電款 意思是說 所以我先電了 所以這錢也都是我付 因為原先就是律師有跟我講說 許勝梅你可以告 但是你告的時候 要連先生一起告 因為你的婆婆就是四個子女 要一併告 因為我 畢竟我先生 也沒有付這個錢 可是我是他的妻子 所以我是幫他付這個錢 所以變成我先生對他們提告 可是 可是洪宜大哥 你真的很難想像 提告對不對 在調節之前 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個狀子 說什麼什麼什麼對不對 那對方就會答辯 我們就知道 你知道我的大姑說什麼嗎 他就說 為什麼要我們付這個錢 三十年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我公公過世的時候 台東的房子賣掉 他們來臺北的時候 買那個房子用的是 我先生的名字 意思就是說 房子都是你的名字了 你就應該負責照顧媽媽 可是 可是天啊 那是三四十年前 然後再來 那個房子用我先生的名字 可是錢是我先生付的 那當然是你拿這個理由說 我們為什麼要幫你付這個錢 然後最好像那個答辯狀 還貼了我的照片 說許申梅都在節目上講 他老公欠錢啊 他怎麼可能有錢 付媽媽的醫藥費呢 你也沒有付啊 你沒有付為什麼叫我們付呢 那誰付 不是 那你們要把媽媽 是要放哪裡啊 就是反正很抱歉 家醜外揚 但是其實我說實在 我真的很希望 我的二姑跟三姑 要給我婆婆道歉 因為我婆婆那麼疼愛她的女兒 然後把他們像寶貝一樣疼愛 我婆婆沒有做錯任何事 他們這麼渴望 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 最後一眼沒有那個 然後傷勢也沒有來 沒有 而且我婆婆 因為我是幫我婆婆換衣服 我婆婆最後一口氣 我真的在她旁邊 把管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衣服穿上 幫她整個整理擦澡 我婆婆真的流了眼淚 哭了 周老師 像這樣的 媽媽會知道嗎 會感受得到嗎 會感受到 以前有一句話在說 叫做白無責快行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人 跟現在不一樣 他是什麼女兒 一定要有什麼責任義務 這些 但是以前真的沒有 以前真的都是好心的責任 好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好心 有很多人就是為了父母的傷勢 他會去借錢什麼 都會去借 以前在揹火 沖沖沖這樣子 來幫他們辦完傷勢 但是很奇怪的 你任何錢有時候 你要賺回來很困難 但是只要是幫父母 幫喪事的這個錢 甚至於說 父母這段時間 他沒辦法 就是好像他在醫藥會的時候 你去幫他做的這個 他很快的就會賠給你 天會賠給你 應該講是這樣子 我是靠著這個活下去 所以才會有說 白無責快行 了解 應該不是說 這個他有辦法去保佑你 應該講天會會 因為孝順還是有人看到的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休息一下 好 再見 好 再見 蘇菲亞聽完盛梅的家裡的事情 有什麼感受嗎 這才是鬼故事 為什麼 對啊 這才是鬼故事 我都覺得阿彪可愛多了 對 志偉呢 我是感到不可思議 就即便我覺得 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 可能你會覺得 對方是很不孝順的 可是至少教還是有來 然後至少見最後面也是有 但是你說要搞到這樣子 其實你看江應堯的狀況 也是這樣 江應堯 他跟聖美姐的狀況蠻像的 就是爸爸媽媽都是他在照顧 然後他的哥哥 姐姐們 都在國外 那後來就是他在節目也講過 後來就是爸爸 媽媽走了 爸爸走了 那就是等於這個房子 那這房子他也沒有說 意思是說我也沒有說 要獨佔這個房子 但就是一樣被告說他不給探視 然後裡面這個房子 被法院拍賣掉 也不願意就是這個房子 賣賣大家來分 所以其實他當時也是覺得 他的人生為什麼可以這麼的 老天爺為什麼會這樣對他 但當後來江老師 他也是走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個 這個真的在我的想法裡面 這個會有報應 你如果你說二姑他是沒有小孩 那三姑他也是有小孩的人 他的子女怎麼看媽媽的行為 我真的覺得這會有限時報 是 好 那周老師這邊是有客戶的例子 就是說三兄弟弟 對 這個就是人只要一攤 其實真的是很可憐 這個就是他其實應該是這個攤的 這個人的堂兄 大家在開槓的時候說出來 那他這個就是說他那個堂弟 是什麼樣的情形 因為他是之前在差不多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是在做一個設計師 因為他是設計師說他在公司上班裡面 他其實很賺錢就對了 在幫公司也賺很多錢 那因為他的哥哥是一般的上班族 那弟弟是做生意的 那他自己也是在公司裡面上班 但是他因為他就是等於是高級職業 但是有一次他去外國 那個剛好是出差 在國外的時候發生車禍 那個車禍 那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車禍 這個一傷傷到什麼 傷到脊髓的神經 那就是真的貪了 頭部沒壞 但是生活整個都貪了 人家說半生不遂 對 他等於差不多整生不遂 就這樣子就賺一萬 但是那就是叫公司賠了多少 就公司再一次賺多少 因為那個是因公受傷 那那個因為又是那個大傷害 所以公司賠他兩千多萬 那個時候因為三十幾年前 也相當多 公司那是大公司 那小公司可能就要賺了 那就這樣子他賺他兩千多萬 再加上他有保險 那個保險賠了幾百萬 所以到達到三千 三千幾萬 好啦 那這個三千多萬 他現在 說我剛剛講 那個阿嬤那個根本就不 八十幾萬 根本就不夠 三十幾年他三千多萬 好 結果他知道媽媽阿弟呢 當然因為他有未婚妻 但是未婚妻看到他貪 再見 拜拜 顧人水人吃自己 就這樣子就退婚了 就沒有了 我覺得也不要怪那個問題 對 那沒有辦法怪人家 因為你知道你貪了 那個是前貪 下廊要來做這個無法 因為結婚是為了追求好日子 對 對 可是你這樣等同 他把他一輩子都破了 對 不可能 所以人家要退 所以他也給退 OK 那就媽媽來照顧這個 這個孩子 好 那就是照顧照顧 當然就是中間是沒有問題 但是中間有一個東西 他有三千幾萬的錢 在銀行的 因為他自己貪要用錢 常常要用錢 所以他不敢做投資 不敢做什麼 也不買 因為他就貪 媽媽也有房子 好了 那這中間就是誰會來 哥哥會來 你有這條錢 你先借我自備款 我來買房子 那這個就自備款就借去 那我會還你 我不是不給你還 那我以後就是慢慢的 分級付款 我把這條錢銀行 有行不行都沒有人知道 就自備款就借去 那他就去給媽媽借 他當然是跟媽媽借 跟這個 跟他弟弟說一下 這個老大 好 那這個是老妖 再來老妖 因為他在做行李 他在做汽車什麼材料 他本來會跟人家公家 做得還可以 後來就回來跟媽媽說 跟這個哥哥說 我覺得我自己來做 結果就開始 他就是說我要自己做 自己做就要本錢 那再來說 那有一個店面 那個店面 那個真的是非常好 那個要買 你這條錢放在那裡 要不然這樣子 你錢來借我 我來買那個店面 再來做行李 我來也是用那個什麼銀行李 我怎麼會行李 就這樣子 一九二 三九四九 我這九到要說 他錢這個惡哥的錢 就老二的錢 存錢幾萬而已 那當然他自己也 因為媽媽在管 他也沒管 結果中間媽媽過世了 媽媽過世以後 因為他是錢貪 中間以前都是媽媽在照顧 現在來就是 大哥的責任 或是小弟的責任 到底你們什麼人 要來照顧這個惡哥 當初錢你們兩個都有用到 因為他從來沒有過問錢 你要借你要幹什麼 他都一個話就是OK 沒關係 你怎麼行 你跟媽媽說就好 好了 現在好好去找哥哥 大嫂出來了 憑什麼我要照顧你 你借房子 借錢去買房子 房子漲價了 那個錢我有還你 怎麼還你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有行李 那個好像銀行能夠有帳目 但是因為為什麼 我譬如說我借一百萬 我行一個十萬幾萬 之後就是有帳目了 就沒有還行 有行不行 沒人知道 好了 小的 當初因為他有借 還要來 因為他只有一條錢 他就是變成他的金主 他要創什麼 他要開票什麼 他就有這條錢 就是說他這就是他在利用的 好了 他還要賺點 生意也做得很好 但是哥哥沒辦法 不然他就請弟弟 弟弟更糟糕了 聽說他現在家境也非常好 他說憑什麼我們要 憑什麼我要幫你照顧 因為是兄弟 我不是那種的 結果他就不照顧這個老二 你知道這個老二 他變成怎麼樣 因為他錢貪 他雖然可以借一個外老 但是他沒房子 這個錢現在錢錢錢錢錢錢 買房子他就不用像我 那沒有買房子怎麼辦 因為他沒有地方租房子 誰要租給一個 這樣子的人 沒得住 所以到時候變成怎麼樣 去把他們的堂哥 造一間房子 就是等於是把堂哥造 就把堂哥造這樣 把堂哥 才把堂哥這樣 那堂哥看在眼裡就會說 大哥這個小弟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這個 兄弟 但是你要想想 如果以這樣的狀態 你是大哥或是你小弟 你會照顧他嗎 一般來講 哥哥會扛起責任 就是說我們兩個討論 我們要怎麼來照顧他 一般來講 因為他沒有帶母 他帶母說還有太太 還有小孩 但他沒有 兄弟就兩個人要討論說 怎麼去幫忙他 但不一定說住在家裡面照顧 就是說我們 他這一筆錢我們來運用 如果還不夠 我們每個人再添一點 然後找人幫他照顧 或者放在什麼安養院 就是因為這個弟弟 從來就是跟家媽媽在一起 所以他不喜歡住安養院 他一直說一句 我寧願是不住安養院 不然 我覺得人如果當病成這樣 他沒有太多選擇 你不可以好 還很減肥 沒人說清楚 所以這個事情就這樣子 就卡在這個地方 我就是聽他那個 因為他未來 我幫他算一算 他有請外勞 外勞一個月至少要兩萬五 不只喔應該 對 我說至少 對 那我現在他一個人會照顧 我相信包括醫藥五萬塊 大概花也不只 七萬五 他一年大概花一百萬 對啊 一千多萬 十幾年 因為這個已經三十幾年前的事 所以他已經活了三十幾年 對 我一直說他錢不夠用 不夠用 不夠用 真的不夠用 真的 這也命運很作弄人 真的作弄人 出國去出個車禍 就變這樣 因為普通一般車禍又不一定這樣 結果是上到那個脊椎的神經 所以才會那麼嚴重 但是我說是他那個公司 對他也很好 願意給他 那個時候兩千多萬 很大的錢 非常大 因為那個是大公司 如果是小公司要倒 沒辦法 是 那索菲是曾經去探視一位 獨居的老人家 這個故事等一下我們來說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索菲是這個獨居的老人 怎麼怎麼回事 就是當時九二一的時候 發生之後 那我去當志工 他們做一些家訪 然後看那個房屋受損的狀況 然後提供補助這樣子 那我就訪問一個阿公 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山上還要在山上 就是車子開不進去 還要他們再換摩托車 把我們送上去 然後去裡面的時候 已經是那種很古的古廚 然後又因為地震 然後又有些坍塌 所以你就看那個阿公 就是家裡 就是只有一張木板床 然後衣服通通疊在床頭 然後就是很發霉 潮濕 然後吃的東西 就一鍋很像粥的東西 然後旁邊幾個罐頭 那酸掉 酸掉 那我請那個扶貴的媽媽 幫我做翻譯 因為他客家話 我不會講 阿公只會講客家話 然後就問他 我說這個不能吃了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因為他太退化了 他吃不出來 那個已經壞掉這樣子 那你說 那你們社會福利社工 怎麼都沒有進去 他狗狗一個人 然後他有那個孫娜 他弟弟的小孩 那在比較山下的地方 有開雜貨店 那就變成說 其實很多補助是 他這個孫娜拿走 就是官方的或私人的補助 其實是小孩子拿走 那你說那小孩子 為什麼沒有照顧他 他就是偶爾拿一些罐頭 泡麵 米這樣子 你說你要去給他舉報 舉報之後 萬一連他都不願意幫忙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社福 就是說政府想幫忙 或是私人待會想幫忙 但是很困難的地方 最多我們遇到的 就還是包含監護權 因為我們今天聽那麼多鬼故事 你就會發現說 親人不見得就是會那個 你想像中的就是幫 有時候親人是最傷害的那個 那反而有時候是沒有血緣 甚至鄰居會去給他幫忙 所以其實我跟小通瓜 有弄一個生命教育協會 就是大哥走了之後 我跟他弄一個協會 我們這個協會做 就是做幫忙這個弱勢 就是幫他等於做喪禮 就送最後一層 還有一種就是說 像這種親人監護權 有一些問題 但是他真的有需要幫忙 那我們就給他短期 兩個月的一些經濟的補貼 然後至少讓那個等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父母不顧 或者是說已經過世了 然後真正的照顧者 可能是遠親或甚至是鄰居 但是不是原生的父母 有時候結婚離婚很麻煩 所以在他判決監護權出來之前 先來幫忙這個小孩 剛剛周老師講那個案例 我都覺得說其實我們很幸福 那個人對年輕人恥 然後全身癱瘓 從頭腦有會收 頭腦那最痛苦的 我可以看 很痛苦 好像身體都不會上當 對不對 連那個註冊都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郭律師最近也有一個當事人 那老母親已經連邁 沒有辦法工作 結果呢 有個當事人來找我 那他跟我講說 他收到一個法院的函 說他媽媽名下的房子 這個可能要被拍賣 因為他沒有還錢 那他就很好奇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媽媽他下面有三個子女 老大就是來找我的當事人 是姊姊 下面兩個弟弟 那一問說 問銀行說到底是怎麼樣 說媽媽這個在去年 這個設定的抵押三百萬 那房子可能也不到三百萬 就是很偏遠地方的一個房子 然後後面還有個二胎 就是說可能不只這一筆 後面還有一筆 他說到底是怎麼樣 那一問就是說 原來是那個老三 這帶著媽媽去銀行去借 可是媽媽是文盲 媽媽完全不知道說這個 有這個 他只要去銀行辦個事情 然後就 房子就被設定抵押 完全不知道欠了一屁股在 那很尷尬的是說 現在老大說想要還錢 我說你要還錢 為什麼 因為不還錢 那房子就要被拍賣 而且老媽子跟帶 還帶著一個孫女 孫女誰的 是那個老三的女兒 老三的女兒 借了一屁股在 然後自己不顧女兒 女兒丟給媽媽 就用媽媽的名字借錢 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然後女兒自己要顧不顧 就丟給媽媽 就完全也不知道去哪裡 那就很尷尬 那我就說 好 那你要還這筆錢 你這樣要還 那你又要照顧媽媽 又要照顧小朋友 你這樣很困難 那後來找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老二 老二雖然也算不錯 但家裡也是不是很好 就說他也想幫忙 說那順便 那個女兒的部分 看是不是可以過濟過來 說你要過濟 這好像也不大容易 他們還去打訴訟說 要去收養那個老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說 老大其實一直在猶豫 要照顧媽媽 又要照顧那個孫女 他其實不知道說 到底要不要幫 我說老媽在 你就不要了 你就不要再挖下去 那是無底洞 因為他還有二胎 已經超過那個房子的價值 然後在拍賣過程當中 還收到這個什麼卡費 手機費的帳單 幾十萬都沒有繳 我說這個你不要 你剩下錢你就存起來 再去繳 那小朋友的話 後來是這樣子 因為法院在做收養的認定 他會把人都叫來問 爸爸媽媽怎麼都不顧 現在監護權在誰那 那監護權在男生這邊 老三這邊 那也問了媽媽 媽媽那個人家老二 要來收養過來 你要不要同意 他說我不同意 我覺得我還是可以顧 但是要養可以給他們養 我說這什麼道理 你監護權要哪 然後說撫養權給人家 我先講這個 各位觀眾 沒有所謂撫養權這個概念 撫養是義務 你的小孩如果你要拿監護權 你要自己親自照顧他 撫養義務要自己履行 所以那個太太也是很妙 他們離婚的時候 監護權給人家 現在來吵說老二要收養 這個太太居然說 我要拿監護權 撫養權給你 就是你照顧我拿監護權 這樣他好像還可以再拿錢這樣 那後來媽媽 這個法院就說這樣不行 媽媽還是不大適合 恐怕還是要給老三 老三為什麼還是留給老三 因為老三還在 只是有時候都是失聯 聯絡不到 還有工作能力 然後家裡的房子也還沒拍賣 所以就沒有給 沒有收養出去給老二 那但是他們也沒辦法 就是現在是有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說還是要繼續顧 而且繼續顧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這樣子 就是把老媽呢 帶到別的地方去住了 就趕快帶 因為後來有民間討債來說 這個要拍賣 他們知道他們這樣 房子拍賣了 他們拿不到錢 因為他們是二臺 不夠還 就說你不還錢沒關係 那我們看明天 老媽會去哪裡這樣子 就很怕 趕快就連夜就逃走了 那時候就帶到 這個自己的住的地方去 那後來這個老三出現了 就說你在搞什麼東西 就是老媽有同意 我說後來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本票這個抵押 抵押契約書上面 老媽居然有簽名 老媽是文毛 他根本不會寫字 所以變成什麼 發現老三是帶著老媽 然後去簽很多本票 簽這個借款的契約書 那個都是偽造 現在變很尷尬就是說 還問我說那我要不要告老三 因為你如果沒有告 這個東西都變成是存在有效的 必須要還債 會有這個問題 實際上其實都是老三要處理 所以在這種情況很尷尬 那我覺得老大是最為難的 因為一方面他是親警 你告了 其實他就是那 那孫女的爸爸 那他也是賠錢給法院 不如這個錢省下來 繼續照顧這個女兒就好了 我覺得像我的兄弟姐妹 我就覺得說 我們算很幸福 我們碰到什麼事情 幾乎都沒有診斷 就大家商量這樣 然後就不要 大家都不要太計較 說定了 我們就找這方向走 這也算很幸福 這也算很幸福 我還沒診斷這樣 這樣無膽無膽 對啊 有時候照顧也會計較 一段照顧多 他的爸爸媽媽沒老財產下來給人 如果萬一有老財產 診斷這麼多都會玩 有啦 我們把有老財產給我 一個人分成就兩分多塊 怎麼不就 沒有 那個教育拜託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問到 好 那志偉這邊也有一個故事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好悲慘 因為這個案例 跟我們前面第一個講的 那個有一點像 那他就是要嫁給一個 他老公之前 他老公跟他說 他媽媽很早就過世了 那就剩一個爸爸 因為通常你要嫁進去 交往的時候沒看到媽媽 也沒看到爸爸 你是沒有父母嗎 有啦 這個男的跟他交往 一段時間才跟他說 媽媽過世了 然後爸爸現在人是 就是癱瘓 是在安養院這樣 那所以這個女的就說 那所以我嫁給你 我是不用伺候公婆 他說對 你不用伺候公婆 而且我跟你講 我爸爸 我爸爸有蠻多不動產的 所以他就是在暗示他老婆說 你嫁給我 你會很幸福 因為我爸走了那些都是 暗示他 你嫁給我 我爸爸快死了 因為他說他爸爸在安養院這樣子 還有財產 那所以說他就想 那就當然是嫁進去 因為爸爸媽媽也覺得很好 岳父岳母說至少你嫁進去 不用伺候公婆 因為也有房子住 結果你知道他嫁到 嫁給他兩年左右 就不到兩年 他老公就得了肺癌 他現在就得肺癌 小孩都還沒生 就結婚一年多 他得了肺癌是末期 然後不到兩年就走了 就結婚兩年內 他老公就走了 那基本上走了 其實這個婚姻就可以無效了 因為你沒生小孩 可是這個太太心裡就想說 公公還有那麼多不動產 那時候公公就說 一樣都是身體不能動 嘴巴可以講 意識清楚 就跟他講 你才年輕 我也不會跟你談給幸福 所以你可以選擇離開 我其實也沒什麼事 我只剩一個孫子而已 我可能就叫他來照顧 因為他有在問 爸爸我如果照理要怎麼 他就有跟他講 意思是說 那個爸爸就有點有意無意 在暗示他 就是說現在有看 他如果是要幫我照顧 我才可能財產都放給他 就是有一點暗示他 那這個案例 這個女子就覺得說 不然爸爸我照顧你 反正老公也不在 已經走了 照顧這個爸爸 其實他要在外面 交男朋友爸爸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照顧你這樣 那爸爸就說 我有個條件 你才可以 到時候我才會把財產給你 這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我不要住在安養院 因為我兒子把我弄到安養院 我其實不喜歡 要就是要回來家裡這樣 那你真的要照顧我 那這媳婦一聽 這個到底要不要接受 可是不動產幾千萬 應該可以吧 而且我找個人 我們如果回答你 感覺上我們也很熟悉 但是就是會這樣想 所以他就真的 好爸爸我把你接回來 但是我一個人要上班 我總是白天沒人照顧你 我要找看護 那爸爸你有沒有一些錢 是可以支付看護費 要不然我的錢是沒有辦法 那爸爸為了要展示他有錢 有啦 哪裡那間的房子 你也賣掉 賣掉就聽到請看護 你也是可以領一點錢 結果後來賣掉那個房子 其實是一個小套房 賣了幾百萬而已 兩三百萬吧 那就是錢看護什麼的 兩三年就花光了 就沒了 那這個這個爸爸就想說 那媳婦就跟爸爸說 爸爸沒有錢了 爸爸說問題是 我現在剩兩個房子 那個房子是我最大的保障 我現在也不可能賣他 那那就是你看 你要不要先用你的錢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你要照顧我 這媳婦越想越不對 可是又覺得 都已經投資兩年了 投資 就是這種嘛 投入兩年了 就照顧他兩年了 就跟爸爸說牙醫咬 他心裡想說 這個也不曉得會活多久 但是就是照顧他 結果你知道一顧顧多久 一顧顧了十六年 十六年 爸爸還沒走 房子一間都沒有賣 所以這個媳婦就覺得 我的青春都花在 顧在你身上 他最後就跟他講說 我不要給你照顧了 你的錢我也不要給你照顧 不過你頭前兩年 你賣房三百萬對不對 你有什麼康復 我也先認說我贏到什麼錢 不過現在我不要給你照顧了 十六年靠近景的三年 靠到我給你贏的錢 他就是跟他公公說 你叫你的白人來給你照顧 不過你還要四百萬 這個是我照顧你這些年來 算看護費我還算便宜 一個月算三萬塊給你 你要給我四百萬 那公公就說 公公就不肯 不肯他太太說 那個媳婦就說那我不要顧你了 你自生自滅吧這樣子 結果那個公公就告他遺棄 問題是我跟你沒有血緣關係 你告我遺棄怎麼告得成 這個媳婦反而就是告他 就是說你要給我錢 不過這個請教一下郭律師 媳婦有責任要 義務要照顧 其實就當這個先生死掉之後 就是婚姻關係就消滅了 就消滅了 所以這時候已經沒有那個 義務一定要照顧 OK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老婦也算不開 對啊 都已經幾歲了 你有個媳婦用去照顧你 你給他一些錢 對不對 還沒一間了 你明知道媳婦是為了錢 你用錢滿足他就好啦 是啊 他就再賣個房子就好啦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可能也沒想到 他活那麼久 他也沒 因為其實那個公公 沒有很 年紀很大 那公公其實他兒子娶媳婦的時候 公公才五十八歲而已 所以這個兒子沒有跟他老婆講說 我爸只有五十八歲 要不然他可能會想一想 這樣可能他們公公七十幾歲 現在 差不多 對不對 十六年這樣算起來 對啊 那你賣房子 然後給一些給媳婦 媳婦也開心 也被你照顧 對不對 真的是 只賣一間 愚蠢